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尼菲亞 尼菲亞 然後我們今天有這個 午夜天鵝 它幾號上映呢 12月31日 來感受這個電影 它的生命之五 12月31日快點可以來電影看 我覺得這部電影很厲害 它是一個日本片 日本就是社會其實蠻拘禁的 能拍出這個作品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很棒的進展 今天的角色又是一個跨性別 它今天講的故事就是 它有一種母性的情感 不管你是跨性別還是女生 這些母性的直覺還有情感 其實不能被忽略 其實就算是跨性別 它的情感也一樣真的 就是不要帶有歧視去看它 就算主角裡面是跨性別 這方面我只是一個變裝皇后 我們之間的差距是 我不會對我的身體做出任何感造 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這些衣服是可以脫下的 但是對於跨性別 它是需要感造自己的身體 它需要去動一些手術來之後 我身邊朋友的確有很多 在變裝的時候 跟家長有些衝突 然後我這邊就是比較幸運 就是媽媽一直以來都很支持我 所以它讓我可以就是 發展自己 然後發現自己其實是喜歡變裝的 媽媽 渚の元に訪れたのは 愛を知らずに育った少女だった 田舎で虐待されてたのその子 通報されて役者の人来たんだ いただきますわ いただきます あれってお前のお父さんなの? もしかしたらお母さんだったりして お母さん 大変でしょうけど 頑張って乗り切りましょう どうしました? だって今お母さんって 私ね あの子の可能性を潰したくない 一華はうちの娘じゃけ あなたこんなとこにいたらだめよ 踊るのよ うちらみたいなのは ずっと一人で生きていかんでいけんのんじゃ 強にならんといかんで solaの二人が出会った時 命がけの愛が始まる 母さん ミッドナイトスワン はい woodsらの人が介来 はい mushrooms 午夜天鵯 そうにして それは Whatever 日 suced 日 いmachen 仲族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